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于做什么东西呢 先来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想要做成一个效果 就是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了 我们会给 比如说你给了一个用户的一个链接地址 给了一个用户链接地址之后 那用户一点击一个链接地址呢 就能够去进入到一个网页吧 然后呢进入到这个网页当中 这个网页是属于我们第三方的 属于咱们自己网站补剂的网页 如果你说在这个网页当中 想要把微信的 把这个当前访问这个用户 在微信里面的资料拿过来的话 我们现在呢就要去做到这样一点 这时候这样一点 这时候是不是大家也见过呀 你从来没访问过这个网页 但是你从微信当中点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网页当中 使用了你的头像 然后呢还去使用了你的用户昵称吧 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就包括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就现在 咱们要去做的 道具就是这样的一点 也就是说 那它是怎么拉取到呢 你的这样的个人信息呢 这也是微信当中一个应用 很应用的一个场景 所以咱们来看一眼 那要想再去实现的话 咱们往这走 那到底是怎么去操作的呢 我们要去操作的话 按照咱们之前所说的 那样的一个流程 那就应该是说 当用户去访问到 咱们的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立即就把网页 返回给用户的 而是说 我们在返回给用户之前呢 咱们先向谁呢 咱们的服务器 先向微信服务器 去获取一下消息 去询问一下微信服务器 然后呢 这个用户 它的资料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微信服务器 把用户资料返回给我们 返回给我们之后 我们再把用户的资料 给你填充到页面当中 填充到页面当中之后 我们再把填充好的 这样的以往页呢 返回给用户 所以呢 是这样的一种流程 那既然是这样的流程的话 那我们收到用户的请求来说 还好说 但是我们怎么通过咱们的服务器 去向微信服务器 去获取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这是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 那这个消息呢 也是微信给我们去指明的 如何去向他询问用户的消息 那如何向用户去询问这个消息呢 这个东西呢 代表的是微信当中 把它叫做微信网页授权 也就意味说 如果用户一旦授权 微信就可以把这个用户的资料 告诉给你 那他是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就是分为第三步 分为这三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步骤呢 是用户必须得同意授权 用户同意授权之后呢 然后呢 微信服务器就会给我们的服务器 给我们的服务器 一个code 一个编号 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步 我们的服务器就可以通过这样的code 通过这个编号呢 向谁呢 向微信服务器去拿取一个access token 这个access token代表是存取的一个令牌 我们拿到access token之后呢 微信说了 你在凭借着access token 去向微信服务器再拿最应的用户资料了 所以是简单的这三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步骤 用户同意授权 这个作者怎么去做呢 这个过程去做的话 实际上不需要我们在程序代码 不需要我们在程序代码当中去写 而是说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只是说 比如咱们在最终 比如说 我们才怎么做到 我先把我这个程序先停掉 然后呢 比如说 咱们在咱们这个后端当中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去写一个东西 比如说咱们把这个东西写完之后呢 就叫做index这样的一个页面 作为比如说这叫做一个斜线 wechat wechat 8000 比如说我给你实现了这样一个网页的一个页面 那最终它所对应的呢 就是101.200.170.171 可能就是那两网址 访问这个网址的话 按照咱们来说 应该是让用户访问到这个网址的时候 我在这个网址给你返回的页面里面 会有用户的资料 但是呢 为了拉取用户的资料的话 那微信说了 首先必须得让用户同意 同意拿资料才可以呢 所以为了让用户去确认这东西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让用户访问的网址的时候呢 不是一上来就让他访问这个网址 而是让他访问哪个网址呢 得让他访问一个微信的网址 也就意思是说 一上来我们给用户去提供的是这样的一个微信的网址 这是微信提供的网址 然后呢 微信的这个网址当中做什么工作呢 用户一访问这个网址之后 那好了 微信会给用户提供出来这么样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当中会去提示说 该公众号想要获取你的资料 是否同意或者是否确认 这点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见过呀 对吧 你一旦点击确认登录之后 好了 你有了给他授权 授权之后 我们这个网站呢 才能够拿到用户的资料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首先得让用户去访问这个网址 访问完这个网址之后 那你接下来去想 那如果一旦用户确认 他同意授权了 同意授权之后 那是不是这时候就得跳到我的网页来呀 对吧 他怎么跳转过来呢 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在给用户的这个网址当中 我们在给用户的这个网址当中 有一个参数叫做 Redirect的URI吧 Redirect是代表跳转 从内向的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当用户在这个地方点击确认 授权之后 那微信就会直接把用户给你跳转到哪呢 给你引导到这个参数 所对应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一旦构建好了一个后端的网址 这个网址直接拼接到Redirect的URI都能来 然后呢 放到这里面之后 让用户去访问微信的网址 访问完之后 微信如果用户一旦确认 那微信就会把它引导到Redirect的URI 我们所去添送这个参数来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篇参数添送到这 用户呢 就会引导到这 然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页面当中来了 所以这是第一步操作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第一步要求用户必须是同意授权的 所以同意授权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去写代码 只是给你形成一个链接就可以了 然后呢接下来看一下 那同意授权之后呢 用户就 微信呢就会把用户给我引导到 我们给他去指明的这样链接 那在这个链接当中 我们说了 必须要有一个code 有了这个code 微信说了第二步 拿着code去获取Isset Token 第三步再拿着Isset Token去获取用户资料 那这个code哪里面来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个code当用户去跳 当微信引导用户跳转到我们这个链接地址的时候呢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微信怎么跳转呢 它不仅仅要跳转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地址上面来 而且还会在这个链接地址后面 再拼接上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code等什么东西了 所以就相当于微信是以这样的方式 把用户同意授权之后 所带的一个code编号传给我们的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咱们实现这个接口当中的时候 第一步是不是得先去通过UIL当中 把code拿过来呀 对吧 把code拿过来 把code拿过来之后 然后呢 我们再凭借着code去哪呢 去向微信服务器去获取access token 去拿它 拿到access token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凭借着access token 再向微信再访问一次 去拉取用户的消息 然后呢 最终在这次访问的时候呢 微信就会把关于这个用户的资料 你看一下 都会包含用户的编号啊 包含用户的昵称啊 包含用户的性别 这个省份 把这些资料通通的全都回传给我们 所以就相当于这时候我们就拿到资料 我们拿到资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在这里面去做处理了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流程 那所以咱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基本流程来去实现一下 我们把它去实现一下 那按照刚才咱们所说 那最终的这个网页服务器 为了让用户去访问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这一段代码最终是不是也要去放到公网服务器里来 对吧 我们是要给用户取购网址的 所以呢 用户在你的微信扣端当中能够访问到我们的网址的话 我们的网址必须也是一个公网的东西 所以呢 相当于我们还是要部署到公网 部署到公网的话 那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还是去利用刚才的同样的这样的一段flask后端程序 只不过说我现在呢 再另起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不再是由微信访问的 而是说专门是由用户去访问的 所以咱们现在再来建一个 好 我把它建出来 比如说咱们把它叫什么呢 定义为这个主页吧 index 这是让用户通过微信访问的网页 网页页面视图 是这样的东西 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接口跟上面来说的话 它的一个区别就在于 上面这个接口虽然贡献出来之后 只不过它是由微信访问的 而底下这个接口呢 我们最终是要去返回一个网页 然后呢是由微信来去 是由用户来去访问的 所以把它去定一下 访问定一下的时候呢 那这个对应的路径 road 因为我们现在呢 还是要去复用刚才你那个端口吧 既然要复用那个端口 我们还是想让这个用户能够去访问过来 想让用户访问过来的话 那还得去跳转到你的这个链接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这个接口当中 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咱们把它定义为wechat 把签放入前缀 然后呢咱们后面跟上index 比如说这是我要去做的 一个主页的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呢只要用户访问到 这个主页页面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看到一个页面信息了 这是让用户通过微信 访问的 网页页面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咱们再去实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做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用户去提供一个网页了 只不过在去提供这个网页的时候 我实际上不要去拉取用户的资料呀 对吧 那这个网页咱们怎么去做呢 如果一开始还没有去拉取的话 那就相当于我只要在这里面return 然后呢咱们去训练这个页面是可以呀 render template 好就相当于我在这里面呢 定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做的最后的工作 就是去返回一个页面index.tml 然后呢这个页面的话 咱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模板方式进行返回 那好了既然作为一个模板的话 我在这里实际上是不是还得去建这个模板目录啊 好把它建一个模板目录 然后呢应该对应的templates templates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面去实现一个网页 index.tml 放到这儿 这个网页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待会儿再来去说 咱们把网页实现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我按照这样方式一定会出来 好了 别人 你哪怕在任何的一个地方都能够去访问吧 你只要访问我101.200.170.171 对应的斜线 vechat vechat 然后呢对应的是8000 再往后走 index 是不是就进入到我这个视图来了 那我这个视图呢 就会给你去提供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给你提供一个 返回一个网页 只不过说我们现在说了 这个网页不是特殊的网页 你只要是通过微信过来的话 我们想在这个网页当中呢 把你的微信资料拿过来 去渲染一下 所以就相当于在这个当中 那个用户的资料从哪来呢 是不是相当于我在去渲染模板之前 得先去微信的那样 所以咱们现在去写了 首先从哪呢 从 咱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从 微信 微信服务器中 然后呢 拿取用户的 资料 数据 我们要做的这样东西 然后呢 拿取资料数据之后 接下来 然后呢 再将 用户的资料 数据 填充 填充到页面 中 填充到页面当中之后 我们是不是再返回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咱们先来看一下 那从微信服务器当中 拿取用户资料 按照刚才我们跟大家去说的 一个基本流程 微信说了 必须要有用户的一个授权 但是授权呢 实际上是 在让用户访问微信的网址 就可以了 那在访问微信网址之后 用户如果一旦授权 那微信呢 会把用户给我引导到 咱们的这样一个链接当中来 那就相当于 那最终 第一次访问我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微信已经引导用户 带了这个code参数 进过来了吧 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相当于说我们在后端当中写了这样一个网址之后 这个网址不是直接给用户访问的 而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网址拼接到哪呢 拼接到这个URL当中作为这个参数 作为这个参数 然后呢把这个完整的 这个微信的这个网址交给用户去访问 用户一访问之后 用户看到了这样一个页面 紧接下来他一点击确认授权的时候呢 这个链接地址是刚才我们拼接到他的 所以呢微信就会把用户引导到这个参数 也就是说我们给他拼到这个顶面来了 所以呢就会引导到这儿 引导到这儿之后呢微信就会把这个参数带上 所以我们进到这里面的时候呢 第一步已经就能够去拿取code参数了吧 对吧 所以咱们第一步 第一步是拿取code参数 拿取这个code参数的话 它是从URL当中来的 所以呢咱们通过这个request.args里面 get一下就拿过来啊 把code拿过来 把code拿过来 比如说这里面有code 拿过来之后的话 这里面实际上是不是还有点问题啊 有一点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 他微信在传送过来的时候呢 除了会给我们携带一个code参数之外 还会带一个state 这个state的话是什么来的呢 是我们在一开始让用户去访问这个链接地址时候呢 我们可以除了给他去确定一个跳转的链接 还有一个state 这个state的话 是微信再重新到我们这里面的时候呢 会带上了 但这个state里面是一个什么值呢 可以由我们自己随意的去指明 你想补充什么样的值 就补充什么样的值 这是由我们自己来先定义的 如果你觉得这里面没有应用场景的话 我们就可以 所以不去用它了 所以这是关键点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code参数了 所以咱们把它拿过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这样的一个参数一旦放到这之后 那这个code有没有有可能没期待啊 有可能吧 还是别人是不是直接反过来的啊 所以这里面code如果一旦不行 不存在的话 那咱们可以给他做什么工作呢 咱们实际上是不是还可以给他一个about一下啊 对吧 你可以about一下 但是这个about的函数呢 因为很有可能涉及到直接一面了 我们为了待会让大家去看 有可能会出现错误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就不再去使用about的函数了 咱们把它去显示的显明白一点 那比如说咱们给他返回一个对应的一个自负转 返回这自负转的话 如果可以返回间子自负转也可以的 那咱们直接就返回普通自负转吧 返回一个东西 这是代表缺失code参数 好 这放到这 放完整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当这里面 不是 判断一下 如果说code里面是没有啊 如果没有这个code的话 我给你提示这样的信息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第二步 这里面有了code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呀 他说微信书告诉我呢 你有了code之后 需要向微信当中去进行获取 获取一个access token 这是一个令牌 你拿到这个令牌之后 你才能够再凭借这个令牌 去拿取用户的资料 所以现在呢 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实际上就得获取令牌呀 这个获取令牌怎么去获取啊 微信就告诉我们了 你如果想要去获取令牌的话 好了 现在你是客户端 微信是服务器 需要我们向微信服务器 去发送一个请求 而且是一个HDP的请求 而且它的对应的这个链接地址呢 它也灭出来了 你需要向这个地址 去发送一个HDP请求 它要求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发送呢 要求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 get的请求方式进行发送 然后呢 在get的请求方式当中 必须这个请求里面 会携带着几个参数 APPID APPID代表是你的公众号的这个ID 这在哪呢 在咱们测试号里面的话 你往上走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APID呀 需要你把它带上 然后呢 还有个secret 这个secret呢 也是它给我们提供的 这里面APID 需要你带上这两个参数 然后呢 还要携带上code 你刚才第一步拿到的这个code 也拼借过来 还有一个grant tab 这是代表授权类型 那默认情况下 证明它就让我们去贴写的是 authorization code 是用户授权的 你把这两个参数 这个参数 一拼到DIL里面 然后呢 向它访问过去 访问过去之后 然后紧接下来 微信服务器 就会给我们回传数据了 它给我们回传什么样的数据呢 它给我们回传的数据呢 是以接送的方式 在进行回传的 在这个接送数据当中呢 就包含了access token了 就是说我们能够去使用的access token 而且这个access token的话 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是否有一个 有效期啊 expires in 这个有效期 也就是它也回传了 这是代表access token 你拿到access token之后 你可以在多长时间之内 凭借着access token 去拉取用户的资料 它是有一个时间范围的 那它默认的时间范围呢 一般通传的情况下 都是7200秒 你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 凭借着access token 去获取用户的资料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openID openID的话 这一点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说过了 openID是代表用户的资料吧 对吧 是代表那个用户的身份信息的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在这里面 一旦用户确认授权之后 放到我们的视图里面了 那到底是哪个用户了呢 他也给我们告诉了 当前是这个openID的用户 他进行已经确认 他放到你的页面了 而且呢 他的身份的编号 openID是在这里面了 所以是关于这样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为了能够向微信的服务器 去发送这个请求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现在 咱们写的这个程序 是不是就得扮演一个 http的客户端了 这一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好了 我们现在呢 要用程序的方式来进行 去发送请求了 那这个用哪个客户端呢 我们给大家去引入一个 python当中的标准库 哪个who呢 url lab lab2 那大家在这课件当中 所看到的时候呢 你看到代码里面 会给大家取用 使用的是那个urlab 大家在这里面看到的时候呢 使用的是这个 没有 在这里面的话 我应该给你改过了 在这里面的话 我已经给你调整了urlab2了 我们就去使用这个urlab2 这是python的标准包 python官方实现的 专门能够去向外发送http 请求的这么一个包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去使用它 来进行往外发送 那这个包 我们怎么去发送呢 向微信服务器 发送请求 发送http 请求 获取access token 那怎么去发送呢 我首先把这个url写出来 这是我要去写的微信服务器的 那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谁呢 微信服务器说了 就是这个网址 我们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 这个网址当中 要拼接几个参数 所以呢 咱们把这几个参数 给你去处理一下 首先第一个参数呢 对应的问号后边 有一个apid吧 所以咱们可以使用 自不算的拼接的方式 给你放到这 打算号s 这里面还有一个secret 这也是需要拼接进来的 就像在我们说的 有一个apid 有个secret 还有一个code 这code也是要拼接进来的 还有一个叫做grint type grint type呢 它默认情况下 是写死的 固定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对应的 我去百分号拼接一下 咱们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那相对应的 第一个参数apid 那它也是一个常量 所以呢 咱们把它拿过来 WeChat appid 那这个值是多少呢 就从咱们的 你的测试号里面 拿到这 apid 把它拿过来 这是最终要用得到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WeChat 咱们给随意给它起名字 WeChat secret 然后呢 咱们把它 我本来就写下了 应该也是 app secret 是这样一个值 我们把这值拿过来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当前两个值有了 当前两个值有了之后 我就可以往这里拼接了 第一个参数呢 是apid 所以呢 我去用这个常量 WeChat里面的 appid 放过来 WeChat appid 第二个参数呢 对应的位置 就是secret 把它拿过来 WeChat里面的secret 然后呢 第三个参数 因为你现在不是要向微信发送请求 或者是access会的吗 所以微信它得知道你是谁 这个apid跟secret 就是你的唯一身份识别标志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参数呢 是code code的话 咱们放到这 这个code 我刚才是不是在这上面 已经拿到了呀 所以拿到这 好 这是所需要的参数 第四个参数 国人type呢 是默认的 就是这个值 所以呢 不再处理了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当前的url有了 我现在呢 就要去向这个url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呢 是盖请的方式 所以呢 介入谁呢 url lab 2 url lab 2 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叫做url open的 这个url open呢 就相当于 你把你要访问的 那个请求的网址 是谁 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只要我们在后面 不包含 它这个参数里面 甚至还是会包含data 只要我们在这里面 不包含data的话 它默认 使用的就是get准备方式 如果我们在后面 传了一个data data里面去 传这样的字典数据的时候呢 它就会以pose方式 把它按照字典 方法发送请求 然后呢 如果只传url 只传网址 这个url参数 则默认 默认 使用http的get准备方式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它发过来 就可以了 那发过来之后 请教他们看一下 如果说微信 在这次请求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把参数 发过去了 所以http请求的话 是不是还要回传呀 回传的话 就会作为urlopen 这个函数的一个 返回值了 那它的返回值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微信已经告诉我们了 它返回的东西呢 是阶层根数据 那好了 我们去接收一下 只不过是说 当前urlopen返回的时候呢 它还不是一个 具体的响应体的数据 而是一个响应对象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 response 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返回响应对象 它返回的是这样的 一个响应对象 然后呢 响应对象当中 里面呢 不是不包含响应体啊 所以如果想要去 读取响应体的话 什么读取呢 这是获取响应体数据 获取响应体数据的话 是在这个response当中呢 有一个叫做read的方法 能够去读取对应的数据了 通过read的方法 去把响应体的数据读回来 所以 那我们再读回来的数据 什么样的数据啊 就是这种json格式数据啊 对吧 所以就是 因为这个数据呢 是微信给我们回传过来的 微信回传的数据呢 就是json格式数据 所以我们一读到的 响应体数据呢 就是json 就是微信传通过来的 json的字符串的 响应体数据了 读取响应体数据 这是微信 返回的json数据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那你看 在这个json当中 里面是不是就已经有 xide token了 我们只要把xide token 拿到就可以吧 所以咱们现在 来去获取一下 那这时候呢 获取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样 其实还得去解析一下了 import json 然后呢 直接去处理一下 json里面的load方法吧 load方法 然后呢 把这个json字符串呢 我给我们去解析一下 解析之后 我实际上是拿到了一个 响应的字典数据啊 比如说咱们把它叫做 这样的一个 iesp 响应的里面的字典的数据 有了这个字典数据的话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获取 xide token了 所以 这也是 咱们再去写一下 然后呢 获取 提取 xide token 那应该就是通过 比如说把它就叫做 xide token accide token 它从哪呢 从这个iesp deak当中拿过来 比较get的方式 拿到xide token accide token 跟它的这个传送过来的 件名呢 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我把它拿到 拿到之后 这时候实际上 是不是已经拿到xide token了 好了 第一步完成了 这也步完成了 再完成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实际上它说了 你一定都能够拿到xide token吗 不一定吧 正常情况下 它说了 会给你返回 但是如果微信那边 觉得你发动取求是错误的 它实际上是会给你 返回一个错误信息啊 错误信息这里面 实际上是不是还是 这个接的数据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还得去进行一下 相对应的去处理了 那这时候怎么去处理呢 我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去判断一下啊 如果说 在这个响应的字典当中 出现了error code的情况下 是不是代表肯定出错了 就没有json 所以我们再来去写一下 如果说error code 这个件 出现在你的 解析好这个字典当中 就出现在 把这数据解析之后的东西 如果这里面有 是不是代表没有拿到啊 没有拿到 好了 我现在也做不下去了 我做不下去之后呢 咱们再给它去反过一个信息 就相当于是说 获取access token失败 access token失败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 那如果说这里面 没没有在里面的话 那就相当于应该是上上面正确形式吧 上面的正确形式里面是不会包含error code的 所以相当于只要error code的没有在返回的数据当中 那就相当于access token就会有的 所以我去拿着access token 好了 这时候做完证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有了access token之后 咱们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呢 还得再向微信服务器再发送几周 所以呢 这些都是微信约好的 微信说了你再向谁呢 向这个网址发送几周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第三步 向微信服务器 微信服务器发送 SPS求求 然后呢 获取用户的资料数据 那这个请求的话 URL我也给你写出来 是哪个URL呢 是微信说的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请求 这个网址呢 你必须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 get的请求方式去进行发送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请求当中 他说了 参数说明 告诉我们 我们向他发问的时候呢 需要携带哪个参数呢 需要携带一个access token 这是刚才我们获取的 还要拉起什么东西呢 还要拉起一个open ID 你获取的到底是 哪个用户的资料 底下的language呢 代表是中文的意思 返回了一个语言 所以现在携带这两个参数 那刚前我们已经通过 上面一次请求的时候 是已经把access token拿到了 但是还有一个open ID 到底是谁 在上一次请求当中 是不是已经open ID了 所以连同的 我们把open ID也拿过来 open ID ISP ISP 这个字典当中 get一下 对应的open open ID 因为他他返回的时候 里面就叫open ID 这没有下发现吧 没有下发现 把这名出示写一下 这是用户的编号 好 这个open ID有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咱们去处理一下 对应的这个链接地址了 咱们把这个地方呢 还是给他去挖一下 access token是需要拼接进来的 百分号S 还有open ID 也是我拼接进来的 把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将对应的百分号 括号 咱们处理一下 那对应的这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access token 上面已经有了 第二参数 open ID 也有了 好 这里面这个URL 咱们拼完整之后 那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咱们就可以去向后端 去发送请求了 那向后端去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还是去借助 刚才咱们说的 URLAB2 这个文化里面的URL open 然后呢 咱们需要发送的是 这个网址 还是get的请求方式 那这时候呢 能够更反出来一个想象对象 比如说我们把它还叫做 response 拿到这个对象当中 我要去读取里面值的话 你看一下 这次如果成功或者失败 是不是反回的还是接送个数据啊 所以那还是接送个数据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就叫做 这时候如果成功的话 拿到就是用户的数据了 用户的 接送 然后呢 咱们通过response 这个响应对象 对象里面我去read一下 把数据读出来 读取响应体的数据 读取 微信传回的 然后呢 呃 json 的 响应体数据 好 读出来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是分为良心状况 有可能成功 也有可能失败 我们先把它解释一下 这是user的 比如说 dict 字典的数据 通过 json 模块里面的 lows方法 把这个user的 json的字符串 解析一下 解析一下之后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的这个字典数据当中 还有可能 正确的一个关系下 是包含用户的信息的 这里面就有了 用户的昵称啊 性别啊 省份啊 国家呀 然后呢 如果是异常情况下 这里面呢 就会包含error code 所以我在这里 是不是还要去做处理啊 如果说error code 这时候的 这个error code 这个键 又出现在了 你解析的 这样的一个字典当中来 又出现在这个字典当中 那出现字典当中的话 相当于我们没有拿到数据 好了 咱们还给它返回一下 过去用户信息失败 好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如果没有出现这个时候 那是相当于 用户的数据 是不是有了 用户的数据有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把这个 已经解析好的 这个字典 我直接当做模板变量 传到模板里面 可不可以啊 完全可以吧 因为我现在已经 把用户的数据 给你解析好了 所以呢 咱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 咱们在那边 写个IOS也可以 IOS当中 如果是说成功的情况下 那我就直接要去渲染模板 然后呢 把数据给你渲染过去 那当前 比如说我渲染到 模板里面的时候呢 我给模板变量 有名字叫做User 然后它的值是谁呢 就是刚刚拿到好的 UserDict Data 这UserDict Data 是不是就这个东西啊 是这样的方式吧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刚才这点 大家能跟得上吗 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所以你现在发现 对接第三方 有难的地方吗 没有吧 就是按照他所 官方文档所说明的方式 你先访问哪个网址 拿到什么数据 再访问哪个网址 再拿到什么数据 就是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 那好了 咱们把这个东西 写完成之后 回过头来 相当于 我实际上快点 把模板去处理一下了 对吧 咱们还得把模板去处理一下 模板的话 我现在呢 为了节省时间 咱们就直接 去把这个代码呢 拿过来 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当中呢 也没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把它拿过来之后 给大家去看一眼 这个页面当中所做的工作呢 就是 我只是做了一个最眼型的 你因为在去回传的时候 我们看一眼 回传的时候 这里面实际上是不会有 叫做 User 叫做Nikname 这是用逆称吧 好了 我就再细写了 我在太阳当中给你写一下 这是 因为这个User 是我在后端给你传送过来的 叫做User 所以呢 它又是一个字典 字典的话是可以通过方块 所以User里面的Nikname 这个用户的逆称呢 个人主页 头像呢 你看一下 它反过是 这里面是不是有用户的 头像的UIL 对吧 它会反过来 叫做HeadImageUIL 所以呢 这是一个头像的网址 那我把分析网址给你放到这儿 然后呢给你设置了一个图像的宽度 再往下去走的话 这里面呢 我把这个OpenID给你展出来 然后呢 昵称 性别 还有省份 只不过这性别的话 你看一下 它并不是给我传回来是男和女 而是说 给我传的是数字吧 一为男 二为女 零为未知 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那里面就写了一下 如果User里面的Syx是一 我给你展示男 如果是女 如果二 展示女 IOS的货架给你展示 未知 所以相当于 就把这个模板变量的 再去处理一下模板就可以了 好了 那当前的这一段程序 是不是写完了 当前的这一段程序 写完之后 那按照我们所说 这个接口呢 最终还得是让用户去访问的 既然要用户去访问的话 所以我实际上 还得给你部署到工网上面来 所以咱们还是给你推上去 那推上去的话 这时候要去注意了 现在我再去推的时候 你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我会有一个 呃 template 还会有一个index 还会有一个这个 微拆的呀 所以咱们怎么去推呢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cd往上去走 那往上去推的时候的话 当前这边有一个code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里面是一个code目录啊 我去推它 推它的话 当前是一个目录 如果我直接scp 然后点-code的时候的话 它会发现是一个目录 它就没有办法往你推了 怎么推呢 是不是加上一个-r啊 -r是代表地归的意思吧 reverse意思 它会把这个目录里面 所有东西一个一个的 给你收一遍 都往上推 所以呢 加上-r再往后去走 然后101.200.170.171 现在先别跟我抢啊 你再往下去走 往后走 推 你看一下 当前这里面 明明我们只见到time place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还有其他的一些文件吧 其他文件是哪来的呢 其他文件就是这个pycham 它给你去做的 你像这个project 叫做工程的default 这是pycham的 vcs啊 workspace啊 model啊 这个东西都是pycham做的 隐藏的文件 所以咱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去登一下 我去登一下 登一下之后 我lease一下 当前是不是已经有一个code文件夹了 所以咱们进入下code lease一下 这里面就有了 有了之后呢 我work on一下 咱们现在去lease 让你看一眼 然后对应的work on一下 flask py2 然后呢 咱们运行一下 python 这里面我们需要跟大家去注意的一文 一点问题就是说 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网址呢 为了能够让endus转发过来 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定义为这个vcs的八千前缀 再定上这东西 所以咱们直接vcs的 放过来 放过来之后 当前是不是已经运行起来了 运行起来之后 那我就可以去访问了 当前这个访问呢 并不是说让 呃 微信去访问的 而是说让我们自己去访问的 那我们去访问的话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用户能直接去访问这个网址 而是得去拼一下吧 是不是得去拼接成一个 微信能够呃 交给用户能够进行支持授权的那个网址啊 是不是得拼接成 这个网址 然后呢 再让用户去旁边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下 那你拼接成这个网址之后 用户最终要给你重订 微信要给你重订向 重订向到刚才我们所对应的 这个服务器里面来 那重订向这里面的时候呢 微信现在就做了一个限制了 之前 它是说 你的这个重订向的这个网址呢 你的域名还可以去使用IP地址 还可以去使用101.200这东西 但是现在 它做了一个严格限制 就是说 你现在的话 你的这个网页的服务器 必须得有域名 有域名才可以的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去提供的 127的 而是给大家去提供的 这个101.200 170.171 它已经有一个域名了 是哪个域名呢 是这个 3w.itcast.cn itcast.cpp.cn itcast.c++学院里面的这个cn 是这样的一个域名 所以呢 我们再进行去 给它设置的时候呢 就不能使用上面的IP地址 要去使用底下的这个域名 往后拼 这是关键条件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最终让用户访问的时候的 这个东西拿过来 访问的IP地址呢 是 网址呢 是这个东西 让它访问这个 让它访问这个东西的话 然后呢 我们还得再去拼接这个地址前 还得再要去做一下设置 做一下什么设置呢 微信可不是随随便便的 就给你去引导过来的 它必须要求 是它可信任的东西 才给你往后晕倒呢 那它怎么去信任 你这个网址是它认可的东西呢 需要我们再回过头来 在哪呢 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进行下设置 在咱们的测试平台这里面 往下走 在测试平台当中 接口能力的时候 这里面往下去走一下 找网页账号 网页账号当中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网页授权获取用户信息啊 你找到它 找到它之后呢 点击一下修改 点击一下修改之后 把我们刚才服务器的 那个域名放到这儿 你不需要加 NPG开头 也不需要把完整的网址 放过来 只需要把域名放到这儿 可以了 所以呢 微信服务器在进行跳车的时候呢 它只认域名 其他东西都不认 我们就把域名 3witcastcpp.cn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呢 去点击一下确认 然后呢 它这上面只要提示 通过安全检测就可以了 然后呢 回过来 我们在这里面拼接的时候呢 就像在这里给大家去写了 拼接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跳转的地址 就必须是刚才那个域名 再加上整个网址了 这个意思大家明白吧 微信必须按照这儿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要把这个网址 给你拼接一下 这个网址拼接一下 然后呢 保存 保存之后 回过 我去复制一下 咱们去要去拼接 那拼接的话 咱们为了看得清楚一点 我放到这儿 node这里面 继续往下走 这是用户 访问的 访问的 网 页 网址 这个网址 我们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现在来去看一眼 在这个网址当中 他说了 我拼接这个网址的时候呢 还得去传几个参数吧 第一个参数 apvid 那好了 我在这里面去找到 apvid是谁呢 我把它去复制一下 刚才传过那个东西是 在访问之前 也就是说相当于用户 已经同意授权之后 接下来在这次接口当中 有qid了 是哪呢 是在咱们的程序当中去拿的 而现在当前的这个链接地址是直接提交给用户的 是让用户去访问的 所以在这个链接地址当中呢 微信还说了 你必须也得把appid带上 就相当于用户在进行授权的时候呢 他得知道是授权的哪个公众号 所以呢 appid我们把它拿过来 咱们去拼接一下 把它拿过来 拼接到这个地方 appid 我给你粘过来 应该是wx15 wx15 然后这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之后的话 然后呢 redirect的uri 这是我要去拼接的重定项的一个地址吧 最终授权之后 是不是应该回回来 是到这个地址啊 所以应该是到这儿 那好了 我把这个网址给你拿过来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网址的话 redirect的uri呢 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 所以既然是一个完整的话 就必须包含是http 冒号双斜线的 是这样的东西 你把它拼完整 但是你拼完整之后 如果我直接把这个参数 直接把这个参数 放到这里面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一个网址当中 是不是出现了两次http 加上冒号双斜线啊 是不是有可能有干扰啊 所以在网址当中 对应于又出现这个地方的话 它也有一个转易的处理 它可以对它进行一下编码处理 那进行编码处理的话 它可以把里面出现的 这个冒号双斜线的这样关键字呢 给你改掉 怎么去改掉呢 那我们现在实际上是 http标准当中 是有这样的一个协议规范在里面的 那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去借助一个工具 去借助谁工具呢 去借助一个叫做url lab python当中有一个url lab 这是要注意没有二啊 是url lab 这个模块当中 有一个叫做code的一个方法 quot 这个方法 你把它拿过来 它就给你转一下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去做呢 我们在这个python的console当中 咱们直接去导入一下 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直接给你去导入一下 import 然后呢url lab 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的话 url lab当中有一个cote 所以quot 然后呢 把刚才咱们的这个东西拿过来 这是我需要让它进行转换的 转换之后 复制一下 放到这 放到这 是一个字符传 所以把它用字符传扣扣起来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眼 转换之后的结果 它实际上是不是就相当于 只是把冒号双线线给你改成了 百分号三 把这个冒号给你改成了百分号三了 百分号三一了吧 其他的东西 他觉得说 没有这样的起义 只有冒号是有参与预算的 所以呢 他就把冒号给转了一下 这是转换之后的结果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我需要把这个东西转换完成之后 把这个结果 才是最终的跳转链的一个东西 我把它复制一下 回过头来 放到哪呢 拼接到咱们刚才所对应的 redirect的URL 放到这里面来 我把这个东西呢 给你去掉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然后看一下 语号后面是不是跟着下一个参数了 语号下面跟着下一个参数的话 你看一下 他说的什么东西呢 他说的叫做一个 这个response type response type 这是返回值扣的 他说了 请先写扣的 因为我们要的就是扣的 再往下写一个scope吧 scope这个参数 他说的是授权的一个作用域了 授权的作用域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在向微信去拉取资料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拉取所有资料 如果你拉取的仅仅是用户的这样一个open ID的话 那你这时候呢 这个scope授权的东西呢 你就选择一个SNS API 就去选择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像我们刚才所去写的 我们想要去获取用户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资料的话 那你这时候呢 scope这个东西必须传的参数 叫做user info 是这样的两个级别的 然后呢 你要注意 如果你选了scope是这个SNS API里面的user info的话 那这时候呢 用户能够看到授权 如果你仅仅获取的是用户的open ID 这个最基本的资料的话 那用户是没有任何授权 就直接的给你的 这是关于这两点 那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要去用的呢 应该是SNS API里面的user info 所以把这个scope这样一个字段给你放过来 把它去处理一下 叫做SNS API里面的user info 是它 按照它指名的方式 苹果 苹果来之后 然后呢 后面的seed 刚才是不是跟大家说过了 这是微信留给我们的 你可以去加 也可以去不加 你看一下 它说的是不是必须要去传的 它说的是否 不一定要传 也算相当于 seed你可以不传 如果要去传的话 按照它说的 你可以随意去准评 这个A到Z 0到9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随便给你去准评一下 比较就叫1 好 准评完了之后 那现在相对于这样一个网址就完了 那这个网址呢 就是给用户去访问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网址呢 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然后呢 你要注意 这个网址只能是让用户在微信客户端当中进行访问的 所以 那我现在怎么去做呢 如果你直接放到浏览器里面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微信告诉你了 请在微信客户端中访问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连接地址提供给微信就可以了 那怎么去提供呢 我们这里面有个快捷方式 大家知道二维码是什么东西吗 二维码都知道吧 但是你要知道 二维码没有特殊的地方 它只是对于文本字不串的一次编码操作 把你这样的文本给你转换成二维码的方式给你展现出来 别人在扫描的时候呢 扫描又给你反减回对应的东西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网 你的二维码当中呢 有些时候隐藏的就是一个网址 你再去扫一扫的时候呢 它发现是个网址 接下来就向那个网址发行绝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浏览器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插件 我把它去点击一下 当前已经有这个网址了 我点击一个插件的话 你现在来看一下 它就把这个网址给我生成了一个二维码了 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拿你的微信去扫一下 就能够往这里面去发送 出错吗 这里面是不是要让你要去授权一下了 失败吗 没有吧 应该出来是先让你授权 失败 出来了吧 是不是你的资料了 好 那这就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的 所以就相当于你把这一步完成之后呢 这个链接地址 你想怎么提供给用户 就想怎么给它提供给用户 随便 对 这是下来就插件 你想怎么提供就怎么提供 这个链接地址 来我们上次链就还没 ADD 就是这样的 就是减激 我可以去扫一下 請绑 我们下来 是 这次 Greece 我可以去扫一下 收音机 这次呢 美元